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TC4的小刚 小刚这期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在这个二手pre-owned luxury watches 这些二手名表选择当中 值得去玩 值得去收藏的一些表款 最近的影片小刚都有分享过 佩娜海 Panerai这些品牌 这次要分享的是完全不会和 戈壁老王撞表的灌篮师 Grand Seco 而且是GX的潜水表水鬼系列 这个名称是 影片中这一款是Diver 这个SPGA231 SPGA231是最高配的潜水表版本 用了这个GX 称它为叫白胎 White Titanium的这个材质 钛金属 但是是白胎 那白胎它特色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跟这个 不锈钢的那个视觉感 那个颜色那种白钢白银的那种颜色 是一样的 是不会像普通那种钛金属 出来那种好像有点灰 那种铜黑的那种质感 所以这一点就是GX白胎 它的这个特色 而且钛金属它打磨 这个程度是比不锈钢来的复杂 来的难 它的那个难度 可是这个GX做的 它这个打磨工艺 是可以把白胎 钛金属材质打磨到这种程度 这个是GX的这个厉害 那还可以看到表盘上有这个金色的logo 那到了这个近这两年 尤其是2022年也是有推出这个GX 更新了它这个水轨系列的这些规格 基金也多了这个highbeat的高频的这个选择 那当然品牌 这一些新的款式 给出的这个定下的这个工价 也比目前影片这一款 SPGA231贵了许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 小刚讲SPGA231 个人我认为值得玩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再来呢 这一次表是很多表友 经常拿来和劳力士 这些水轨submarina做比较的 当然也是关联到 为什么二手名表选择你 值得玩的这个 可以说是值得玩的表 其中的这个因素 那毕竟你要买劳力士 目前的行情价 是比工价翻了两三倍 而原本这次GS 工价在马来西亚 是差不多两万八 接近三万不到 但是在二手表款里 只需要大概两万 两万二十千上下不到的这个价位 那这样子听一听 是不是觉得它有很高的这个性价比呢 但是就好像 很多玩表的这种老铁说的 Grand Seco 整体的这个工艺 和它的这个科技 绝对不输给那些 顶级的品牌 这种名表的品牌 尤其是在走时精准度上 更是Grand Seco Spring Drive这颗基性 引以为傲的一个科技 以机械表的这个构造原理 作为基础动力 结合出前所未有的这个精准度 它的误差是以 这个是用月来计算 不是用日来不是用每一天的误差来计算 也是Grand Seco当中最经典 最有灵魂的基性 那基性打磨更是在表界 数一数二 小刚敢这样讲 可惜这款是实底盖了 没有机会给大家欣赏到 如果能看到基性 我觉得你会发现 那个不停转动的 不停一直旋转带动着 秒针的那个行众百轮 真的是越看越陶醉 表盘内的这些指针 用了这种大面积的拉丝处理 尤其是石标框的这种 它的index和秒针 这些都做了这个超镜面的抛光 那光线下真的是很有高级的这个质感 而且石标的这个立体感 真的是很强 最爱的我小刚 还是这个蓝宝石镜面 它这个镀膜做的是太好了 你正面去看 真的是几乎没有反光的这个导影 那你侧边去看这个表哥 这种凹凸的腰线 哇我跟你讲 上手真的是太诱惑了 如果劳力是水鬼 Submarina 叫奔驰的大局 那GS的水鬼 我觉得它更像是丰田的这个Supra 牛魔王 这样形容贴不贴切 不要有我们留言在下面 给我知道一下 那表冠龙头这个经典 复古GS雕刻的这个logo 刻的真的是很深 也是我觉得为这一支表 加分不少的一点 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 雕刻的这个logo 这个龙头 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加分很多 那如果要我在鸡蛋里跳骨头 唯有我觉得 这支表啦 12点 如果是真的是要相比起 我们讲啦 劳力是水鬼的话呢 我觉得啦 12点跳日期 就没有像劳力是基辛做的是顺跳嘛 那GS用的是这一种 慢慢带过的 这个日期 那还有就是拆表带的部分呢 是用针扣连结的哦 并不像我们看到劳力是用的是那一种螺丝锁的那一种 可是要做螺丝锁啦 其实对GS来讲啦 我小刚刚讲啦 对GS来说的话简直是轻而易举 是看GS要不要做而已哦 那还有就是表圈可能有些人会介意 它不是陶瓷材质吗 当然今天的话题说到是值得入手的二手名表选择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没有必要提了 那毕竟二手行情的这个行情价啦 它这个性价比啦 已经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优势哦 而且GS做的这个表圈啊 它的光泽度啦 已经做的和陶瓷圈一样光亮哦 那它非常的通透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你宁愿花钱买新的表 我绝对相信啦 你也是有能力选择 陶瓷材质的这种表圈 它这个GS新的潜水表款吗 对不对 哈哈是不是这样讲呢 那以上是我对GS一些 这一款潜水表的一个中肯的评价 那不理是GS也好 或是劳力士也好 我觉得GS也有它的好 那劳力士当然也有它的特色也有它的好哦 不理是GS 劳力士我个人小刚都非常的喜欢 那小刚还是会一样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 值得入手的一些 恶手啦 这一种名表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